是三支区水果玉米进入产季 不过玉米感看似果实饱满 不过看一看几乎每一只玉米 都是被秋行军虫啃食的痕迹 现在农民每天采收 都要跟秋行军虫啃食的速度比赛 看到玉米成熟就要马上采收 才不会白忙一场 气温逐渐变热 三支区的水果玉米也开始进入产季 时风摇曳的玉米感上 看似结果饱满 不过农友也表示 近几年来 因为受到秋行军虫嗨的影响 玉米是越来越难种 不仅是卖相不佳 更可能因为比较晚种 而导致种族还没长大就被吃光 根本没有产出 是让农民血本无归 以前的秋行军虫密度没这么高 以前差不多通常就是6月 就是比较晚种 才会有种情节发生 可是现在都是很早就种了 以前这个采收都在国立6月10号左右 才会开始采收 那一批还是算最早的一批 那时候的虫害比较 还没有像这样这么严重 你看今天才5月几号 5月15号而已 它提前的快25天 还是一堆虫 三只有机农场为了避开秋行军虫活药的季节 水果玉米提早种下 种株式有长大结果 不过也还是免不了玉米的顶端被秋行军虫给啃食 导致卖相不佳 而现在盛产的水果玉米口感清甜软嫩 深受民众的喜爱 因此即使越来越难种 农民还是愿意尝试种植 水果的玉米它就是果皮比较薄 玉米粒啦 玉米粒的那个粒的那个皮啊 比较薄 然后它的果肉呈现透明 就是玉米粒呈现透明 它的甜度会比较高 一般的话我们玉米你市售的玉米它已经变成姜 有点像粉姜嘛 那个就是淀粉质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甜度相对就不见了 水果玉米粒皮薄肉质透明细腻 像是水果般的清甜口感是入下轻食的好选择 而现在开始进入产季 三支有机农场每日寻田采收 都必须与秋行军虫的啃食速度来竞赛 就是要赶在玉米成熟之后 秋行军虫啃食过多之前 来拔弃才不会用心灌溉却血本无归 记照片和三支采访报导